大家好 我是丹妮 今天的主题是冰岩怪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新角色冰岩怪 那我们目前的话只能在高杰盟对战 就来尝试看看他在高杰盟的对战中的实力如何好了 其实我们在昨天的直播中有稍微的分析一下冰岩怪目前的状况 虽然他的体质是比较适合在大杰盟 不过因为高杰盟的话其实他也是可以用的 毕竟在高杰盟神兽里面 鬼龙其他地娜或者是波克基石有点多 冰系的这个冰岩怪在打击面上来说就有办法去压制他们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新登场的冰岩怪 到底能够发挥出怎样的对战实力吧 好 我们今天提供的影片是未来玩家 那他这个冰岩怪因为新角色所以花了不少资源 这边我们也感谢他能够让我们那么快就看到冰岩怪的登场 好 那我们进入第一场 冰岩怪在第一只 首场遇到的是迦勒的地区女巴鱼 看起来这个是51等的一个CP 那冰岩怪的冰冻雅达 尼巴鱼是平伤的 不过尼巴鱼本身是有炎崩 所以在属性面上来说尼巴鱼是比较强的 然后我们吃一个炎崩 可以看到效果卓越 不过杀伤力还没到一半 那冰岩怪的坦度我们昨天直播都讲非常优异 所以依照目前的状况我们可以吃两个炎崩 好 吃完两个炎崩之后 我们这边集到了雪崩之后出来一个招式 雪崩是一个杀伤力非常足的招式 然后对手没有打 但是因为尼巴鱼本身的坦度还是很好 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硬打是打不赢的 对方是有属性上的优势 所以这边我们就下场了 不过没关系 目前有两盾 我们可以让烈剑鱼上来直接用烧镜烧掉他的尼巴鱼 练功练到非常足 再压制他后面的角色 然后这边是要开一盾 毕竟我们烈剑鱼是被岩石系给双克 接下来烧镜把他点死 不过中途来一个换角 可能担心烧镜在点一下的时候对方尼巴鱼会出招 这算是比较巧妙的 然后换上最后一只角色是独爪龙上来 独爪龙这边遇到的是克雷瑟利亚 独爪龙一叫克雷瑟利亚的话算是一般般 那他选择羊羊之力的话当我们是平伤的 打草劫是减伤的 他这边看起来就是想要骗一个盾 但是我们没办法骗成 而我们这边很诚实 直接给一个逆领 逆领下去 对手克雷瑟利亚没当 但是可以看到克雷瑟利亚的弹度还是优异 那他持续出招 这次是羊羊之力了 独爪龙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是毒跟龙嘛 所以是平伤妖精系招式 所以吃一个羊羊之力我们是不会死的 那持续的再给你一个逆领 所以对手换上克雷瑟利亚可能是想说 我们以他有妖精系的招式可以压制我们 但殊不知是还好 然后中途让猎羊羊上来 吃了一个打草劫 抓伤力还好 但是他作为一只角色是至于找怪啊 独爪怪本身的话 持有江水炮可以打我们火系的猎羊羊 而我们这边没跟他演 直接给你一个勇猛攻 中伤他之后 这边应该是会开盾了 放一个炫烟骑 江水炮挡下来了 然后再补一个烧劲之后才用炫烟骑出来 这边多补一个烧劲很关键啊 如果对方没有矫盾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多练一点 不过对手是挡了 但是我们在补一个炫烟骑的能量的时候 对手的巨老怪出招了 那这个江水炮势必挡不住 接下来就让独爪龙上来 直接容易把他摆死 那看一下克雷瑟亚 克雷瑟亚的血量上 扛得住龙腿 但是他最后还来不及出招 我们水流尾先出来了 那这水流尾势必能够收架残血的克雷瑟亚 这场算是有点惊险啦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血量上也被压得满底的 不过最终我们还是获胜了 在开场稍微逆风的情况下 靠着独爪龙跟烈劫阴影后面把他拉回来 好我们进入下一场 哦这一场遇到的是几动鸟 目前我们是在高杰猛神兽里面打啦 几动鸟的话也算是神兽里面常见的角色 两者在对决的话 当然也认为是我们的冰人怪占优势啦 因为小招我们打他是平伤 那他的这个兵力打我们是减伤的 不过要稍微小心这个 几动鸟本身是有原始之力 原始是可以打兵器啦 但是他不是配原始之力 他配的是暴风啊 暴风的话打我们是平伤 但是冰人怪本身的弹度还是优异啦 扛了一下暴风血量上还很多啊 那他这边应该是感觉到几动鸟蹭不住了 所以他选择一个冰凤之风 就要准备要让这个几动鸟送头了 等下我们直接冰凤鸟把他啃下去 还挤到一个雪峰啊 虽然攻击下降一些 但是还是能告造成杀伤力 但是为了玩家这边操作上来说有点太急躁了 因为对方选择是克雷射翼啊 没有选择咬碎有点可惜 毕竟恶系能够打超能力啊 然后直接放一招式换成了毒龙上来 毒爪王这边要吃一下对方的克雷射翼招式 啊结果这次打超级 这边果断的开盾确实是有点开得太急躁了 所以毕竟我们刚刚能够看到 玉洋之力是打不死我们的 而对方选择打超级来骗盾 然后他就直接切最后一只角色是梅威塔 梅威塔的话我们只要烈尖上来是可以直接烧他啦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就是刚刚开的那一盾啊 如果没开那一盾的话 烈尖翼会更稳定一些 好这边毒爪王尽量的去把这个梅威塔想象 压得更低一点点 尽量压低一点 然后让他没有办法两个盐崩去打我们的烈尖翼啊 好毒爪王持续的水流位 那对手如果想用电击帮我们电下去是比较辛苦的 毕竟我们龙系还是有抗电 所以逼得他还是出招了 烈尖翼这边消耗到他的气 然后他身上的气大概剩下一个烈尖 所以我们这边开一个盾 直接用烧性把他点下去 那对手再次上克雷塞亚 克雷塞亚本身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他的有一招是打草劫 那另外一招八九不离十就越洋之力了 所以照这个组合的话他是没有办法去商机我们的烈尖 所以这边我们的烈尖可以直接火烧整个森林 所以这一场应该算是收尾了 这边也没有必要让这个冰岩怪上来挡切啦 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尽量的把我们烈尖翼的一个攻击上升发挥到极致啦 好对手开了最后一盾 哦不过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克雷塞亚配置的小招好像是念力啊 所以他的杀伤力比想象中的痛啊 哇刚刚还没有看到 但是突然觉得等一下烈尖翼的血量上怎么耗那么多 原来是他的克雷塞亚配念力啊 哇这一场刚刚有点小惊讶 所以对手竟然靠着念力的克雷塞亚赢过我们啊 哇算是出乎意药之外啊 所以他最后有一支玫瑰塔还有血量 我们就输掉啦 刚才领悟起来 好那我们就下一场这一场遇到的是我们想遇到的鬼龙霞里娜 他配置龙玺 然后他中途让帝王拿坡上来 那外团玩家这边并没有直接换脚 因为列剑因怕帝王拿坡的盘步嘛 那毒龙这边的招式打帝王拿坡其实都減伤 所以外团玩家这边是打算让这个冰岩怪 再稍微的把帝王拿坡想象耗敌点 后面的角色处理起来一定会让冰岩怪再次遇到鬼龙卡蒂娜 是这边一开始的操作 不过比较可惜的就是冰岩怪刚刚那边吃的一个江水炮开了一盾了 所以以至于目前盾的情况下是烈士 好 毒龙这边 因为对方帝王拿坡已经耗血了 所以我们一定可以无论把他收下去就没有问题了 然后接下来对方再次上鬼龙卡蒂娜 鬼龙卡蒂娜这边我们有逆灵可以打龙系 直接下去 对手鬼龙狠击灵就把他挡下来了 好 这边好像是要打算再集到一个逆灵 但是还差一点距离 所以对方的鬼龙是一个龙爪帮我们K下去 面怪再次上来 就是用冰系打你的龙系啊 不过这边可以看到小招的冰冻牙好像对鬼龙没有太大的一个杀伤力啊 鬼龙还是有点太弹 然后这边选择一个咬碎 咬碎毕竟有降对手的防御力啊 如果对手挡的话 相对的有机会去逼一个防御下降的状况 不过我们的冰冰怪刚刚在帝王拉波那边消耗太多了 以至于这边打不赢鬼龙 就比较尴尬了 好 接下来放猎剑音上来 猎剑音这边上来的话 对手立刻换脚看到波克吉斯了 波克吉斯这边上来的话 撕必会变成猎剑音的一个食物啊 猎剑音直接炫焰起 烧到一个极致之后 再补一个勇猛弓给那只鬼龙游戏就结束了 好 这边剧本我们已经写好了 不过其实没有发到任何招式就下去了 鬼龙再次上来 这边鬼龙最后挣扎 他放一个招式 我们用盾子把他挡下来 就收尾了 冰冰怪看起来在打鬼龙 如果双方在冰冰上都是满的情况下 冰冰怪可能有比较好的一个优势 但是因为这鬼龙其实在冰冰上耗损 加上他出招很快的情况 他还是有办法去把冰冰怪压下去 所以刚刚的状况是比较尴尬一点点 不过没关系我们终究是拿下了这场顺风场 好 那我们即将进入下一场 好 那冰冰怪这一场 这一场遇到对手了 因为他是火系打冰系的喷火龙 所以我们直接换脚 换电剑上来 直接这边上来的话 对手犹豫了一下才换脚 这边他可能大意的哦 因为电剑就非常需要这一个时间去续能啊 那他换鬼龙的话 鬼龙本身是龙能够抗火 所以未来玩家这边是没有跟他演啊 直接给你一个勇猶猛攻啊 看一下对手会不会挡 鬼龙没挡但是他坦住了 鬼龙还是有点坦度还是非常优异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选择一个炫焰席 炫焰席下去 对手还是没挡 那有点可惜 这边应该还要急到勇猛攻出招 势必能够逼到对手一顿 对手算是稳健啦 鬼龙轻松收掉了这个烈箭银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上冰原怪上来 这边比较可惜的是鬼龙想象不多啊 我们没办法练弓练太多 然后再次看到喷火龙 然后这边玩玩家稍微犹豫了一下 以至于喷火龙出招啦 哇这边开盾了 以防他爆炸烈烈 如果这没挡的话可能会直接中伤倒地 这边势必要搅盾 结果他作为角色的是巨炎螂 然后面对到我们的毒爪龙 巨炎螂是稍微占优啦 因为他毕竟是刚系能够抗龙系招式的 不过这巨炎螂的招式是配十字简的 并不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暗小海 他可能是十字简跟铁头的 不然就是对属性不太了解 十字简打这个毒爪龙是会减伤的 好这边巨炎螂再次出招 第二下是暗小海了 那刚那一下是 好那没关系我们继续看下去 毒爪龙这边血量上被压留点低啊 然后这边水流尾下去 对手是开盾的 目前盾就平局了剩一个 然后毒爪龙还是气量上非常足啊 再补一个水流尾 对方这时候直接让残血巨炎下场 而我们这边让病人怪上来 那病人怪一上来直接用一个雪崩啊 完全没来客气的 灵气招式打喷龙是平伤的 但是这边有点麻烦的就在于 他这个喷火 魂玄火打我们是增伤啊 所以这边要打你的喷龙 除非我们有办法再按到一个大招啊 但是病人怪本身的冰冻哑 蓄能表现没有到很好 可以看到喷龙还是出招了 所以在这边尴尬的地方就在于 病人怪本身的出招真的是太慢了 然后毒爪一上来 在喷龙血量上还不错的情况下 没有办法打他打死我们就输掉了 这场实在是没有办法啦 因为喷龙那边 比较难处理啊 好那我们就下一场 这场遇到仙子一步 遇到仙子一步的话 双方都是一个小招 杀害量不错 然后大招出招比较慢 但是从杀伤面来看的话 仙子一步的杀娇好像比较痛一点 病人怪喷的血比较多 我们第一下雪崩 对手是挡了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想像是一半啦 那仙子一步还有一半以上 好今天冲击这边病人怪没挡 然后...哇这边算很准 刚好剩一滴血出了一个雪崩啊 精算哦这个很好 哇结果对手仙子一步 输了一顿还输掉顺位啊 可没想到我们病人怪这么坦 还有办法出招啊 病人怪下去之后 毒爪龙上来了 面对到大剑鬼 大剑鬼的话 除非他有配置暴风雪啊 不然是没办法上击毒爪龙的 可以看到他通常讲用水炮啊 然后他就换角了 换奇拉蒂娜上来 这一场霞蒂娜这边是有点尴尬 因为他只剩一顿啊 而万玩家这边竟然还用一个水流椅去骗他的盾 那这一场可能就已经完全没悬念了 那这边万玩家开了一顿啊 挡了龙爪 看起来是打算要用毒爪龙的秘理 K到这个国用霞蒂娜 而且这边刚好一滴血出招啊 连续两个一滴血出招 非常完美的一场 然后接下来让烈箭上来 目前我们还有一盾啊 所以去扛他一个降用水炮 然后等下服一个炎猛猛攻 这一场就结束了 这一场只能说我们在精算血量的部分 算得非常的完美 以至于对方的操作就差一点点 烈箭炎猛攻下去 大剑鬼撑不住 这一场就收尾了 基本这一套阵容的话 只要对方没有盾的情况下 这几只角色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大招去压制对手 好 那我们就下一场 这一场再次看到齐亚蒂娜了 亚蒂娜这边的话 这一次是暗影爪的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冰冻牙是有伤害的 比起暗影爪来说 我要看一下她的出招是使用龙爪出来 哇 结果双方的降号手上都差不多 我们稍微赢一点点 不过我们招式还没按啊 所以这边来一个雪崩 对手势必会挡的 诶 等一下 没挡 哇 这个鬼龙没有挡雪崩啊 是在 她可能对于这个新角色 冰炎怪不是那么熟 然后吃一下招式 舒子就下场 然后她接下来上巨爪怪上来 这边上来的话 我们的冰炎怪再次使用雪崩出来 那算是大功告成了 比了对手一顿 然后这个巨爪怪 想想想也被压得剩下一半了 不过巨爪怪现在气氧上很足 她本来是打算用泥巴射击 帮我的冰炎怪点下去 但是殊不知我们就直接让毒爪上来 那所以玩玩家这边以防万一啊 先开一个盾 确认一下你这个巨爪怪的招式是什么 然后这时候用江水泡片的盾之后 我们再一次要用水流尾 但是她还是出招了 这个水流也势必能收掉巨爪怪是没有问题的 这边假如能干掉巨爪怪 我们的烈剑影就可以温温的打 好她作为一只角色 是这个妙娃花 这场要结束了 因为目前我们还有一顿嘛 然后妙娃花的话 毒爪红是完全压制啊 那烈剑影根本不用讲了 这一场几乎是没悬念的 那你当初在用毒爪红的时候最爱遇到的角色 其中之一就是妙娃花 不论是疯狂植物啊 或者是雾尼炸 这两招 拿在毒爪红身上都是非常痒的 几乎是拿来练弓的啊 不过没关系这一场我们还有烈剑影啊 其实毒爪红是不需要发挥的那么好 烈剑影这边先上来练一下弓之后 等一下巨爪怪一上来 我们出个招式游戏就结束了 这场可以说是完全的counter啊 不过巨爪怪竟然一出来就出招了 那没关系我们盾把它挡下来 完结下来就是三只都还在的情况下获胜 刚好是一只压一只啦 而且他这只巨爪怪看起来不是配置地震 所以已经配置雾尼波的 所以以至于毒爪红那别人是没有吃到一个地震下去的 OK 那我们进入下一场 毒爪红确实是蛮强的 只是因为在神兽里面很多钢系的角色 有时候毒爪红没这么的轻松发挥 我们进入下一场这一场的对手是毒丸雄 那当然要避开格斗系我们直接让毒爪红上来 那毒爪红看到毒爪红的时候并没有换角 稍微忍了一下让这个熊木耀踩上来 然后这边有枪上的优势 那熊木耀选择一个松子炸弹想要来骗个盾 但是殊不知我们没有开啊 然后直接给你一个真的逆拎下去 哦对手竟然开盾啊 这个玩家很会挡 然后接下来下一次看起来万玩家是打算用水流尾去打他 不过如果他有在算招啊应该是不会挡这一下 因为枪上我们的内影还没满 熊尾的一个气量还蛮好计算的 所以看到这边熊木耀是没有挡的 目前我们有一盾的优势 然后这边我们是挡招了 然后平盾 接下来用熊尾直接把他三死 枪上非常好 再次看到毒丸雄 不过因为我们刚刚手之的冰炎怪遇到毒丸雄 这边一定要让五爪去把顺位给拉回来 但是顺瑞拉回来之后 叶剑银就遇到毒丸雄了 那他上最后的角色 是爱你版本的巨爪怪 巨爪怪的话 不论是污泥波地震或姜水炮 打冰炎怪都算是平伤啊 所以这边不用太担心 他一下帮我们震下去 然后他选择地震出来 但认为如果你是打冰炎怪的巨爪怪的话 应该要选择姜水炮 姜水炮的基础伤害量比较好 而他并没有挡到我们冰炎怪的雪崩 他就下场了 但是他毒丸雄一上来之后 因为我们的换角时间还没到 以至于冰炎怪被毒丸雄练功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次看到烈剑对上毒丸雄 暗消亥 对方攻击没上升 如果上升可能就很难打 那这边我们要留盾等他攻击上升的时候来挡招 对手持续暗消亥 但是他很衰啊 暗消亥完全不理他 但是这一下势必要挡啊 如果你不挡这一下的话 肯烈今天就要下场了 我们这边挤到了两个训言宴席要出招了 他目前还有一盾 那他目前的操作可能就在于 先吃这个训言宴席 攻击没上升的情况下 结果他竟然直接开盾了 他目前的胜算就只有先吃一下 如果没死 第二下就开个盾 看能不能再出招 但是他第一下竟然就直接开盾 那他就没救了 OK 那我们收掉了 好 那我们继续下一场 其实烈剑音真的是很稳啊 因为你只要不是遇到水系的情况下 烈剑音再打起来 不论是什么情况下 都有办法去逆转整个战局 是非常好用的角色 好 我们这一场的冰言怪遇到的角色 是悲情系的伯克吉斯 也算是我们遇到了想猎杀的一个对手 然后他上巨藻怪上来 因为他上巨藻怪的话 其实我们冰言怪不用那么快换一下 但是没关系 因为毕竟一只压一只嘛 我们用这个毒藻枕去逼迫这一只巨藻怪 不过对方使用一个缴水炮之后 立刻再出招 这边出招太快了 一定是缴水炮 我们这边龙系能够抗水啊 这时候的操作有点太急躁了 而且目前的优势更大了 因为巨藻怪被耗掉的话 烈剑音就没有太大的对手了 不过我们这边一定要让毒藻枕去把巨藻怪压下去会比较好 那他连续使用两个缴水炮 代表他的第二招有可能是污泥波 所以他并没有去累积到地震 才会这样操作 所以问人家这边是每一档 可以看到整个果然是污泥波出来 污泥波毒系打毒系是减伤的 所以毒藻枕是完全不用怕他 我们想象上还有一点点 而且目前的盾是平局的 然后对手最后的角色是果用奇拉蒂娜 那这边的话基本已经结束了 因为冰燕怪可以一打二 可是我们要看一下冰冻牙到底有没有那么痛 但是冰燕怪这边的冰冻牙打鬼龙 好像也是有点痒 这鬼龙真的太坦了 不得不讲 然后他放完一个招式之后 换成了波克吉斯再次上来自杀 这边的操作不解 但是外来玩家这边也算是调皮 因为其实可以用招式去压迫他的盾 或者直接把他逼下去 以至于这个波克吉斯是出招了 他看起来这边是打算直接两个雪崩 也是可以 毕竟我们这些雪崩一定能够逼到鬼龙侠底下的盾 然后烈剑只要一上来 就直接能够用猛攻打掉他 但是我们这边只要两个雪崩 一个雪崩K下去 鬼龙大概一半左右的血量耗损而已 并秒到太多 那这边没有悬念了 烈剑要打残血的鬼龙 鬼龙居然使用原始之力 一下子K不死我们 所以这边对手就跳掉了 好,那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最后一场咯 烈剑看起来还不错啊 虽然他的出招比较慢一点点 但是坦度确实是有异的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场的对手吧 烈剑本身的话其实看起来是不错用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疲弱 好,最后一场的对手是坦度没有那么好的耿鬼啊 耿鬼储备蒸气蛋有打到我们 不然他应该不至于一下会下去 所以这边我们操作空间是比较高的 然后准备使用咬碎的时候对手是出招的 但是不然玩家这边是没有挡啊 也算是很赶啊,这边算是赌命啊 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咬碎出来 直接把这耿鬼集成 耿鬼这边是挡盾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是可以开盾 然后用冰冻牙直接把他啃下去 真正不能再赌啦 如果真的吃到蒸气蛋的话这场就结束了 好,对手还是暗影拳啊 然后他第二角色是这个帝王拿坡 帝王拿坡的话就看要不要切成毒枣了 但是他如果换成另外一只角色的话 帝王拿坡可能会遇到烈剑影啊 好,这边的话,毒枣龙持续荣尾 对,双方在小招部分都是减伤的 我这边招式竟然选择容器有抗的江水炮啊 并不是灼钻啊 但你有稍微模拟过这两个招式 在打在毒枣龙身上的杀伤力 灼钻大概多了3D的血量伤害啊 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应该基本上还是会选择灼钻 毕竟能量需求是差不多的 那这边我们的毒枣龙持续发挥 哇,结果他最后一只是妙花 妙花的话目前看到毒枣龙就还好 因为毕竟我们毒枣龙降上必RD很多了 而这边一个逆领 直接把这个妙花的最后一盾给逼掉了 但是我们准备要补一个水溜的时候 对方是出招了 那这场也算是结束啦 如果我们现在阵型来说 你只要烈剑看到最后的角色是妙花 那这边就可以火烧世界了 所以对手就跳了 我们就拿下了最后一场的胜利咯 那么来做一下总结吧 冰岩怪目前的状况 我们今天从影片中能够看到 其实是不错用的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弱 因为冰洞马这招虽然蓄能比较慢 但是靠着他的坦度 以及能够压制高级炎盟神兽里面 许多角色的情况下 冰岩怪的使用性看起来还不错 而且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 其实有分析冰岩怪更详细的资料 玩家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冰岩怪其实是不能忽视的一只角色 我们今天实战的话 也能够感受出他强大的实力 所以玩家要趁着目前活动 能够在野外捕捉冰岩怪进化前的冰宝 尽量要捕捉一只IP100%在大司严盟用 或者是捕捉高杰盟第一名的 真是丹尼小小的建议 那最后的话 我们要再次感谢物兰玩家 提供精彩的影片给玩家们 当作参考啰 那么本部影片就到这啰 也由于目前的对战影片 需要消耗到很多资源 所以丹尼在这边整选一下影片 如果你有非常精彩的对战阵容 或者是冷门小知识 以及极限挑战的团体战等影片的话 可以提供给丹尼 除此之外 如果你是对战影片的话 建议是提供7场以上 让丹尼可以进行筛选一下精彩的对战 除此之外 你要同步提供IP及角色的招式 然而玩家所提供的影片 会经过筛选审核之后 成功的话会告知玩家有上片的机会 影片上传的部分的话 之前有说是在Google云端或者是YouTube 但是发现YouTube的画质可能不太清晰 所以这边建议 统一选择Google云端会比较好 这边也有附助一下要怎样进行上传哦 另外玩家如果从事YouTube频道 或者是活动需要宣传的部分 也会在影片里同步介绍 所以我们这边就小小的招募一下咯 玩家如果想了解更多宝可梦相关的资讯 不妨可以订阅丹尼的YouTube频道 或者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更多资讯之外 想跟丹尼有更多互斗的话 也能够加入丹尼的YouTube会员 目前有分为粉丝会员以及好友会员 福利各有所不同 玩家能依照自己的需求而选择不同的方案 您的每一个小小支持都会化成丹尼做影片的原动力 那么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咯